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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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在听的当中有良好的表现 因为要听到大法师的讲道理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每个学校 每个地方都要邀请他去讲活道 但是他不一定有时间 今天我们还是借由我们老师洪老师的关系才能邀请到 所以我们在韩庙专题演讲之前 大家来鼓掌表示热烈欢迎 大家鼓掌欢迎 我们很尊贵的张校长 各位师长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利用短短的时间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生命之光与热 我想我们同学在学校最可能看到的是国旗 我愿意用国旗来表达生命的光与热 国旗红色的部分 代表真的ее coworkers 来保护别人 国旗红色的部分 青天白日 代表智慧太阳之光 三民主义大同主义的思想 这是最高的智慧 那这样子圆满的人格 叫孙中山先生 所以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简单的来讲 一个人要有好头脑 更重要的 要有好的心肠来奉献 不是为了打架而流血 而是为了奉献 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样子的流血 各位现在的身份是学生 学生就必须学习生命的真相 生命的原理 生命的意义 怎么样创造更好的生活 这个才是学生 当然读书非常的重要 但是读书是帮助我们的生活 帮助我们的生命 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 生命之光代表智慧 智慧必须来自于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我们在学校的书本上 可以得到知识 但是智慧是透过于 对自己生命的了解 因为了解自己 认识自己 而懂得管理自己 所以有智慧的人 他不容易生气 他知道什么做是对的 什么做是错的 了解是非善恶 甚至进一步了解生命的原理 人必须为他自己的行为 负百分之一百的责任 也就是说 有智慧的人 知道如何追求生命的幸福 什么对自己的生命有帮助 什么是会伤害自己 我想讲到这个地方 每一个人都很在乎 自己的幸福 身体的状况 甚至各位现在这个年纪 很在乎自己的外表 身高体重 各位更重要 我们要了解生命的根源 我们为什么被生下来 我为什么生在这个家庭 我为什么现在一百五十公分 我为什么眼睛大 我为什么眼睛小 这个是属于生命的智慧 然后更生一层属于宗教部分的 人有来世吗 更重要的 你一定要去了解 什么影响我们的命运 我们每天拿香拜烧金子 拜王爷 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是个耶稣基督的基督教徒 那这些宗教信仰 对我生命的影响是什么 什么才是正确的宗教信仰 但是讲到这个地方 我必须告诉各位同学 人的命运 不是决定在他的宗教 而是决定在他的思想跟行为的累积 各位 你在读小学的时候的努力 课业上的努力 就会影响到你国中的成绩 你在国小的时候 吃饭生活的方式 就会影响到你现在的身体的 种种的状况 那么这个站在佛教里面叫因果 今天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这杯水会变甜的变咸的 是有当初的加糖或加盐巴 简单来讲 我们今天啊 屏东看所所 介护科林科源又来 我经常在街区里面啊 跟你面的寿星人讲 我说 今天你们会在这里面 待个三年五年十年 跟你的宗教风水 祖先八字没有关系 而是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偏差比较重 伤害别人比较重 你就判重刑 你的行为比较轻 你就判轻刑 今天你可以假释提早出去 跟你的宗教没有关系 而是因为你的行为善良 那么何得以假释 所以同学 今天第一个生命的真理 行为是我们命运的主宰 行为的影响力 我们在佛教专业 叫业力 事业的业 各位同学在做客业 生意人在做事业 修行人叫道业 这些业 就是我们命运的主宰 所以话要讲回来 那么居然是如此 一个人关心他什么 第一个 要长寿 要健康 第二个 要有钱 第三个 希望家庭感情圆满 第四个 希望在这个社会上 有信用 讲话好听 唱歌好听 各位 你的声音不好听 要怪谁啊 我有一次 在别的学校 有一个同学 跑来找我 他说师父 你看我这个样子 我一看 我爸爸159公分 怪我得我 没法超过159 爸爸 你怎么这么矮 各位 你先天的长相怪谁啊 你会想说 我爸爸妈妈遗传给我 不然怎么办 这一句话是不负责任的 你今天的外表身高体重长相 是你自己的思想行为 如果你相信人有前世 所造作的累积的结果 父母亲 不过是生下我们的一个住缘而已 是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长相 太重要了 所以各位 现在还在成长的年龄 你还可以改变你的一切 还可以改变 那哪一些思想行为 可以让我们改变 这个我们要了解 所以在这边 第一个 生命之光 代表了解自己 进一步改变自己 人最爱的是自己 中国人讲 人是自己的敌人 也是自己最爱的人 一切操控在你自己 佛教跟其他宗教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大部分的宗教是神跟人的关系 佛教讲的是人格的发展 圆满的人格才叫佛 佛是一个大智慧如来 自由自在的人 什么叫自由 同学你知道吗 如果你喜欢抽烟 你好像很快乐 你成为香烟的奴隶 如果你喜欢电动玩具 你成为电动玩具的奴隶 如果你喜欢发脾气 你成为脾气的奴隶 不自由啦 各位现在有头发啦 男生女生喜欢去照相 每天看镜子比看书多 但是我们被自己的外表 所束缚住了 讲到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 生命的原理 为什么我们被生下来 然后为什么我们是男生 女生太重要了 第一个 当我们爸爸妈妈 在交配的时候 这基本动作啊 就有一个强烈的高潮 那个时候的我们 在中国人叫灵魂 在佛教叫中阴生 中间的中阴阳 来投胎 但是因为那一种 性欲的高潮 让我们大家都 很迫切的想要动力 生命的动力 然后如果你爱上了爸爸 或爸爸的身体 被生下来 你就叫女生 知道吗 如果你爱上了妈妈 或妈妈的身体 你被生下来就是男生 这样你知道吗 所以大儿子喜欢抱妈妈 大女儿喜欢抱爸爸 但是有一种的例外 他是爱上了爸爸 或爸爸的身体 生下来又是男生 那是什么 同性恋 right 这开戏就搞错了 你不能怪他 那个叫性搞错 但是各位 不管你是爱男生 爱女生投胎下来的 必须肯定一点 欲望 情欲 就是我们生的动力 一切生命的动力 爱情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出家 出家就是要 断除欲望 因为断除欲望 就不会生 不会生就不会死 所以中国人叫 佛教教 了生脱死 要从根源斩断 然后把自私的爱 变成无私的奉献 不是为欲望来投胎 而是为愿望来投胎 去做老鼠 去做狗 去帮助其他 不是因为被牵扯来 是主动来的 这个比较深 但是同学 话又讲回来 那你为什么会投胜在屏东 没有投胜在大陆的山东 你为什么没有投胜在美国人 然后我为什么投胜在我家里 各位 物以类聚 这一杯水 如果将你跟你爸爸妈妈的血 摆在一起 古时候没有科学 没有DNA检验 亲父子的血会连在一起 不是亲父子 不会连在一起 这什么意思 物以类聚 今天以爱 以情爱为动力 你投胜在这个家庭里面 但为什么会投胜在这个家庭 我们跟爸爸妈妈 有同样的思想行为 或命运 共业 如果爸爸那段时间 喜欢打麻将 妈妈那段时间 喜欢听音乐 你也是一个喜欢打麻将 喜欢听音乐的人 物以类聚 再加上强烈的爱遇 所以你生在这个家庭 所以同学们 如果你的爸爸 四五十岁跟我一样 已经开始吐头 离开那时也吐头 共业 如果你的妈妈屁股很大 驾都汗汗汗汗汗 你到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所以很多人说 爸爸妈妈遗传给你 遗传高血压给你 遗传这种不好的个性 或是某一种好的个性 这不能叫遗传 爸爸妈妈也不愿遗传不好的给你 但是这是我们跟我们爸爸妈妈 祖先有共同的思想 这个很重要啊 会有好好的观察 我的祖父高血压 我的真祖父高血压 我的爸爸也高血压 所以我家每一个儿子都高血压 我的阿嬷结婚两遍 我爸爸也是这样 我兄弟都这样 共业都有两个太太 甚至有两个先生 但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基因 各位记住这样 基因 这种基因 你了解以后 好的你要保留 不好的你要控制它 同学们 人的命运 我做一个比喻比较简单 各位玩过VCD啦 录音带啦 录影带啦 今天我们电脑荧幕上 所播出来的影像 是我们当初雕刻下去的痕迹 各位 在你的头脑里面 每一个人如果把这个头盖骨打开 每一个人的脑的刻度不一样 这个脑的刻度就是 你思想行为的刻痕 造成你的生命的影像 非常的重要 所以各位 不要怪你的爸爸爱 生出来你爱 而是我们跟父母亲有共业 然后我们应该如何来改造自己 这叫优生学 同学们讲到这边 请记住我底下这句话 不要让爸爸妈妈的缺点 在你身上再重复 你就是孝顺 好好观察 我的父亲爱生气 脾气不好 高血压 所以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我从不发脾气 我脾气非常的不好 我一定要控制自己 各位 生命的快乐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个 进化自己 改变自己 向自己挑战 征服自己 一个人能够战胜自己 我不发脾气 我不去骂人 你比在战场上战胜了千百万一人 都还伟大 希特勒 拿破仑的野心 要征服这个世界 成为世界的帝王 结果两个人都自杀 各位千万不要自杀 自杀以为解决问题 自杀只是杀掉身体 但是他的意识 他的灵魂 将在永远的痛苦的地狱里面 受苦 那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希特勒跟拿破仑 没有办法征服自己的野心 却想要去征服别人 输给自己 所以同学们 快乐来自于征服自己 开始改变自己吧 第二个快乐 来自于奉献自己 叫生命之热 把自私的感情 变成无私的奉献 各位这个年纪啊 渐渐长大了 开始有男女性的吸引 哎呦 看到一个帅哥 好美 我记得我读国一的时候 我们男生负责去扫厕所 结果隔壁有女生厕所 哇有一个叫梅兰的同学 长得很不错 我们全班每天都在唱 梅兰 梅兰 我爱你 每天都去扫便座 没去看 正常啊 不想看还有问题啊 那时候发觉 哎呦 自己开始对漂亮的女生 有一点很喜欢看 早也看晚也看 然后看他跟别人 女生男生讲话 我们就起到死 原来人有情绪 人有战有欲 同学们 正常的 因为我们是有这种欲望 来投胎的 但是同学 什么都需要管理 我们生命里面 连感情都需要管理 一个没有经过管理的感情 就算你读到博士 你还是脆弱了 家庭还是有外遇的 还是有很多问题 所以各位 现在就要开始来训练自己 但是讲到感情啊 同学们背我底下这句话 各位现在还没有做这个事情 爱 千万不要建立在 做爱上面 记起来 很多人以为千千小手 那就是爱 抱抱腰 家雷有肉体关系 尤其我们小男生 各个好色 不好色的警局手 有一股冲动 想要了解 因为学校没有教啊 我们想看 要不给我们看啊 但是各位 这个当然要了解 为什么有这股动力那么强 这怎么疏解 怎么样去调整 不调整 你就一天到晚冒青春泡 因为内心不协调 所以这一点 我们也要了解 各位 欲望是天生的动力 但是这些东西你不调整 就像一个瀑布一样 会伤害你 让你冲动 你冲动以后 那种性欲的冲动 让我们没办法专心 尤其各位 现在有电视 有第四台 我们的电视里面 不是拳头 就是枕头 哇 真好看 让我们没办法专心读书 而且你眼睛一闭起来 想到男女的那一种 谈恋爱 或是欲望的拥抱 心肝蓬蓬菜 小路乱撞 读不下去读不下去 怎么办 各位同学 这个都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我们今天 我是个修行人 修行人就是修正行为 要导正他 这股强烈的动力 如何导正他成为生命之热 去奉献 去爱 各位现在就要开始导正了 各位这个时间 是最冲动的时间 尤其是小男生 对不对 我常讲这个世界上 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很烧包 好胜 敢表现出来 一种人是 闷烧 放在里面热 请问这里面 有没有不会发烧的 请举手 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你这个人心中 没有欲望 我们就把你供起来拜 阿罗汉早晚拜 哎呀 没有欲望 好伟大 所以 欲望是生命的动力 但是也欲望 让我们生命痛苦 能够超越欲望 你就可以生命得到自由 同学知道吗 天上的欲望 人间的欲望 通通让你满足了 还不如消灭欲望的人 所以各位在生命的成长里面 千万不要以满足欲望 回生命的成就感 向外追求 我要最漂亮的 我要最多钱 这样你生命会很痛苦 因为欲望像海水一样 越喝越饥渴 越饥渴 所以善发一个强烈的 性的欲望 像各位现在在看电视 那电视偶像 他都要用他的身体 用他的肉体 用他的身材 来吸引你的注意 事实上 拥有这样子 惹火人的身材 好像他是很快乐 但是事实上 他是很痛苦 有一次我到别人学校演讲 我记得是台北一个学校 有一位国中一年级 跟各位一样 国一的同学 男生下课了 我说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跑来找我 他就跑来找我 他说师父 有什么事情 我谈恋爱了 我说哇 你大人了呢 国一你就谈恋爱了 那我就问他说 男生 你爱的到哪里 他说师父你知道吗 他头发好漂亮 你讲他眼睛就发亮 我说还有吗 那眼睛好迷人 我说还有吗 我说有吗 他就比了 心材一切棒 同学 你就爱他这些吗 对啊 我没有爱他 各位女生 好好冷静想一想 将来长大有男生说 我爱你 爱你的头发 回去看你阿嬷的头发 爱你的眼睛 你顺便看阿嬷的眼睛 爱你的身材 看你老婆大胆真的好 如果爱 这真理啊 如果爱 是建立在肉体 或身上那几块肉 很可怕的爱 这个爱会随着你老化 变化 而失去了爱的动力 所以别人讲我爱你 你要很冷静 你到底爱我都 会变化的肉体 那多可怜啊 所以各位 现在有很多同班同学 你之所以欣赏对方 除了一开始的外表以外 最主要是 你跟他相处 这个人的人性 他有没有一个好心 他有没有一个善良的心 他懂不懂得体贴别人 这个才是不褪色的爱 各位请记住 所以我们在佛教常背一句话 永不褪色的爱 跟美丽 来自一颗解脱快乐的心 一颗奉献充满了爱的心 有如国父孙中山 有如长得最美丽的 德烈莎修尼 外表虽然长得不怎么样 又黑又小 内心充满了最美丽的爱 爱要建立在这上面 不要建立在肉体上面 所以同学们 现在你一定要了解这个 一定要告诉自己这个 所以 第一个 征服自己 不要让自己去想那种 非分之想 肉体的欲望 所以生命之光 来自于了解自己 进一步控制自己 好 讲到这个地方 同学们 生命的敌人 都不是别人害我们的 是我们内心 有三股很强的动力 弄着我们很难过 第一个 就是刚刚讲 欲望 我们的眼睛 每一个人都要看美的东西 看美女 看帅哥 眼睛好色 我们的耳朵都要听听听 最美好听的歌声 鼻子要闻香的 嘴巴要吃好的 这个舌头 把全世界的动物都吞下去 你的肚子变成动物的魂目 贪吃 这个嘴巴爱讲话 这个身体 哎呀 要去感触到最好的 心里要去非分之想 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欲望 我们的生命啊 变成在浴火燃烧 非常的痛苦 各位 去除欲望 把欲望变成愿望 什么叫愿望你知道吗 为众生好的 为别人好的 服务别人 就是愿望 为自己的 只为了满足自己心中的 饥渴 叫欲望 欲望那你就变成奴隶 愿望你就变成如来 奉献 第一个 贪心 让我们生命脆弱 第二个 生气 爱生气 脾气不好 我想各位同学 每个人都希望外表 长得很漂亮 很端正 同学们你要知道啊 请你相信我底下讲的 佛教是讲英国的 人的思想行为 建设了他的生命的外表 高 矮 胖 瘦 皮肤白 皮肤黑 长得丑 长得漂亮 都是来自于他的行为 请记住我讲的 一个人如果爱生气 爱发脾气 得到五种结果 第一个 爱发脾气 爱生气的 相貌丑陋 谁要搞 好吧 反作用力 请记住我的一句话 我这只手 往这个桌子上一拍 越拍得越重 反作用力越强 我们的生命 就来自于行为的反作用力 行为影响力 今天我用这个 称恨的 丑陋的脸 骂人 骂人 脸很难看 你生生世世脸就很难看 今天你用微笑的脸 去看待一切人 你生生世世相貌庄严 非常的重要啊 各位我今天 是一个到处在演说的人 我们被教育成 必须训练自己 有最好的声音 最好的外表 最好的身体 最好的智慧 最高的感情 要训练自己这样 有条件 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是拿香拜 修金座 跳档 那不是修行 修正修改 自己的思想行为 修改行为 才叫修行 因为修改行为 而改变命运 今天你要长得好看 漂亮 不要生气 相貌端正 不要生气 修忍辱的人 口才好 冷静 不要生气的人 修忍辱的人 那么 人缘好 走到哪里 大家看到你 台湾人说 这人这个 缘缘缘缘缘 缘缘就是 头众生缘 喜欢笑 不生气 所以各位 从今天开始 请记住我 生命的教育 第一课 每天早上睡醒 第一件事情 上厕所 厕所里面 有一个很可爱的 自己 镜子 然后对着镜子 就哇哈哈 善笑 笑啥瞎 然后从厕所出来以后 看到爸爸妈妈 看到弟弟 看到我们家的小狗狗 就开始笑 然后你又每天 精神很好 然后你过了一段时间 到学校来 哎呀某人 你最近怎么好漂亮 各位 相信这个真理 不是虚伪的 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 就偷偷去爱上一个女生 每天早上 跑去学校去看她 结果到我国山的时候 我在外面来一个学校 又看到她 哇那才多 生了好歪 小时候皮肤好好 我们看了 真想捏一把 到了国山的时候 那面子 生了好歪 都全岛 还生了好 后来我有个同学 认识她家 说哎呀 那个魔女生 脾气不好 每天跟爸爸妈妈吵架 哎呦 怪不得 长得那么臭 各位 所以你的个性 会影响你的外表 今天你很紧张 考试很紧张 你开始胃溃疡 今天你在吃饭的时候 家里有人在吵架 你弄得很难过 你就开始胃的蠕动会慢 甚至你会拉肚子 所以你的心情 跟你的肉体外表 都有绝对的关系 你这个人 不准不准 你就胃肠的问题 你这个人脾气不好 你就肝脏的问题 你这个人 好欲望 冲动 心脏有问题 各位 你好好就观察 你的生命 你就会了解 原来我们的心情 思想 决定我们的命运 太重要了 生命之光 所以各位 不要生气 相貌庄严 口才好 人缘好 将来大赚钱 福报好 而且将来 来世升天 更重要 所以倒过来 我们不但不生气 我们还要让别人不生气 同学我讲到这个地方 孝顺父母 我们佛教的教育很简单 如果这个世界上 没有佛陀 没有伟大觉悟的人 父母等于佛 懂得孝顺父母 等于在供养佛 再讲一个 中国人最崇拜的是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是天神里面 不是最高的神 但是最有福报 享受最大欲望的 天神 为什么 你要了解 第一个 来自于孝顺父 为什么 爸爸妈妈 生下我们 给我们衣服穿 给我们饭吃 照顾我们 爸爸妈妈 是对我们 比这个世界 太阳之光 还热的 随时在关心我们 但是各位 你忤逆父母 你不孝顺父母 你让父母伤心 你所得到的结果 损了自己生命的福报 你一定穷 丑 将来没钱用 所以记住 父母是子女的福田 各位 来 做一个调查 长生命的生命 拜拜 假人 请吃 拿过枪拜拜 过来 请举手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龙中 有请 请放下 我再问一件事情 曾经 很感恩的 曾经很感恩的 跟爸爸妈妈下跪 爸爸妈妈 感谢你 生下我 教育我的 被罚跪不算 有没有 请举手 没有 同学们 中国人在什么时候跟爸爸妈妈下跪 死掉 你们人做跪了 你快走 娃娃不想跟他跪 死了才要跟他跪 娃娃不想跪白幕 去跪的草草 跪木头像 是不是叫颠倒 没有智慧 所以各位 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有任何宗教信仰 不管 当你做完你的宗教信仰 礼拜了你的教主或神以后 请要记住 朝着你爸爸妈妈的方向 磕头跪 那你这样你生命成长 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你是世界上最有福报的人 将来你要做大事业 你要做董事长 你要有钱 来自于孝顺夫 太重要了 所以不孝顺父母的人 让父母生气的人 你第一个相貌丑陋 第二个身体多病 为什么 爸爸妈妈养育你的身体 各位 反作用力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爸爸妈妈照顾你的身体 照顾你的幸福 结果你武力对方 不孝顺对方 你这个人没有福报 没有钱 没有健康的身体 相貌丑陋 买什么东西 连买部摩托车都没钱 记住我 千万记住 第二个 尊敬师长 一个人如果尊敬师长 有高权势大位 将来你要做董事长 做立法委员 做国家领导者 如如不动 因为你尊重长辈 尊重老人 所得到的反作用力 因为老人给我们教育 帮助你 结果你伤害对方 那你将来没有地位 所以各位 学校的老师 你都要尊敬 同学们请记住 我底下这句话 增加自己 被社会的利用价值 我们到学校来 学生的学习一切 帮助生活生命的方法 每一个老师身上的优点 你都要抓到 你都要抓到 将来你到服务社会 会打电脑 会讲英文 会做文书 会写文章 你不会这些 你现在不会打电脑 你不会讲英文 你整个像哑巴 像虾子一样 没有跟人沟通的工具 所以古时候 在拜孔子 我们都要跪下来 顶礼 过年到了 要送东西给老师 要感恩我们的老师 我们出家人 在出家以前 要礼拜父母 要跪 感谢爸爸妈妈 养育我们的身体 完了以后 看到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 甚至比我们还年轻 他比我们早出家 早修行 我们看到他 要跪下来 顶礼 感谢他的教育 这样来培养自己 来 同学做个实验 摸摸你的头 摸摸你的头 好 我们做一个实验 如果你的头是尖尖的 代表你生生世世 过去世 就一直尊敬师挡 破焦慢 所以你的头比较尖 如果你的头是阻碍 你赶 我慢 你后边又 Holling 你这人不敢 所以你的外表 跟你的行为都有关系 同学们 你现在160公分 你回去看你爸爸 只有160公分 你想长高一点吗 从今天开始 趁着你还会长大 多尊敬老人 尊敬父母 尊敬师长 尊敬恭敬人 或娇慢的人 身材高大 赶快改造你的生命吧 那么如果你一直 本来你可以长到170公分 但是你现在对老师 对父母 对别人很不恭敬 你一百六十五就要大了 你奇怪我怎么长不高 所以你的行为 影响你的身高体重 你希望你的皮肤很好吗 你希望你的皮肤 不会长青春痘 不会堪堪苛苛吗 如果你到学校来 喜欢乱丢纸屑 弄得操场很脏 公共厕所很脏 各位 你注定这一辈子的皮肤 黑又暗又臭 如果你要改变你的皮肤 行为反作用力 开始把学校弄得很干净 你每次到了厕所 记得带一点家里的香水 让你用过的厕所 香香亮亮 你的皮肤就开始发亮 所以各位 每一个人的外表身高体重不一样 讲到这个地方 生命的第一个智慧 原来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思想行为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请同学背出我底下这几句话 一个人要健康长寿 来自于尊重生命 请记住 不要杀人 同学们长大 千万也不要堕胎 堕胎就是杀死一个未来活 一个要来做人的生命 哪怕他是怀孕一个月 一个星期 不要随便杀死小动物 尤其男生喜欢钓鱼 钓鱼好刺激哦 但是各位 你有没有站在同理心的立场 万一你是那只鱼 用一个大钩子把你抓起来 在那边跳跳跳 踹踹踹踹 跳到你会穿过戏鱼 多痛苦啊 然后在你的生命里面 就开始有反作用力 鼻子呼吸不好 嘴巴经常流血 肺部有问题 所以各位 生命的第一个原理 超越了生活的层次 属于宗教层次的 千万不要杀害生命 你不要以为你杀死一只蛇 杀死一只小鸟 你把他杀掉了就没事了 一位同学 生命有来世 生命有轮回 人必须为他生生世世的行为负责任 行为不好的 会堕落为畜生到地狱到 行为好的 会再来作为大富贵的人或升天 所以每一种生命 包括我们人都有来世 也因为有来世 我们希望我们祖先 爸爸妈妈 死掉以后 能够超度 能够到更好的境界 既然是如此 第一个生命的开悟 尊重一切生命 不要杀害生命 你才有健康的身体 长寿 所以中国人很提倡放生 我们希望阿公阿嬷长寿 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如果阿公妈妈正在生病 我们除了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精神来照顾他 我们用他的名字来放生 让一些将要被宰杀 可以救的活的生命 让他长寿 让他健康 你马上得到一个生命的反作用力 长寿跟健康 把这样子的能量 能量不灭定力 回向给你要回向的受苦的人 也回向给你自己 记住这个道理 不要杀生 让你健康长寿 第二个 不要偷盗 各位 不要伸你的手 来 各位的手伸出来看看 看看自己的手 如果你的手 短短的 弯弯曲曲的 合拢也合不拢 这是你过去式的行为 杀生 邪淫 偷盗 用这只手去杀 去乱搞男女关系 去偷别人 抢别人的钱 你的手相就很难看 了解吗 所以没有关系 从你现在开始改造 改造自己 所以各位 不要偷抢别人的钱 今天你偷我一百块 可能我不知道谁偷的 但是在你的脑筋的意识的磕痕里面 就有一个我偷别人一百块 你今天让我损失一百块 我就可能穷一顿饭没饭吃 一下子心情不好 那么这样子的反作用力 都会在你身上呈现出来 你会变穷一辈子 甚至心里恐慌 各位 没钱的资味很苦的 家里没有钱 到处爸爸妈妈 在给人家借钱 那种资味很苦的 今天你为什么会生在一个 没有钱的家庭 因为我们 假设你相信有钱是 我们的上辈子偷盗 让别人穷 不懂得帮助穷人 你要投胎的时候 物以类居就找到了一个 物以类居一个穷 赌博 甚至需要钱 没有富裕的家庭 各位了解自己以后 了解自己以后 改造自己的生命 所以第二个 千万不要偷盗别人的钱 千万不要 因为会造成你生命的贫乏 第三个 不要乱搞男女关系 不要邪淫 什么叫邪淫 夫妻以外的肉体关系 都叫邪淫 同学们 还没有结婚 偶尔写写信 谈谈恋爱 在你高中大学的时候 好 但是不要有肉体的关系 不要闯红灯 不要以为外表美就是美 心美才是美 所以不要乱搞男女关系 不要邪淫 除了结婚 有肉体关系 其他不应该有肉体关系 不应该有外遇 各位 我们的爸爸妈妈有外遇 我们的爸爸妈妈离婚了 我们现在是个单亲的家庭 或许你会觉得很痛苦 但是你要注意你自己 在你身上也有爸爸妈妈的基因 你将来有可能会造成这样子的感情状况 你要控制你自己 不要让这个事情不断的再重复 太重要了 第三个 第一个 不要杀生 让你健康长寿 第二个 不要偷到别人的金钱 一支笔 不属于你个人的东西 不要拿 公家的东西不要偷 不然你会穷好几辈子 做无做烈海狼 第三个 不要乱搞男女关系 生生世世 家庭感情关系圆满 第四个 不要骗人 各位 声音唱歌好听吗 如果你唱歌不好听 怪爸爸妈妈生一个沙哑的声音给你吗 不是 那是你嘴巴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 一个喜欢骗人 喜欢说是非 喜欢恶口骂人的人 人不信任他 声音不好听 讲话有口臭 嘴气又烙烙烙 各位 回去做个实验 你的舌头可以顶到你的鼻尖吗 如果你的舌头可以顶到你的鼻尖 在佛经写的 三辈子讲话没有骗过人 四驾摩尼佛的舌头啊 可以盖到他的头发 哇 各位你看过鬼吗 嘴气动动 顶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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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讲话的行为 如果你骗人骂人 就会影响到你嘴巴的行为 你将来在这个世界上 别人看到你就讨厌 听着你声音就像看听着鸭子在叫 讲话会很难听 所以各位很重要的 讲话 你希望有个好口才 不要骂人 不要说别人是非 尤其不要骗人 完了以后 好好的读诵课本 各位 国语要标准 台语要标准 英文要标准 就要靠自己嘴巴 不断的去训练自己的嘴巴 讲话的行为 去赞叹别人 你就会有福报 所以沉默是金 嘴巴是福报的根源 第五个 不要喝酒 尤其各位还没有学抽烟的习惯 不要抽烟 最伤害你脑筋的 喝酒抽烟 会破坏你的脑神经 安非他命 这些麻啡 会让一个人的 阿达玛控股力 脑筋没办法转动 最痛苦的事情 所以各位 这五样 是生命的智慧 保护你自己 也是保护别人 我再背一次 各位一定要背起来 手一张开 就知道你要守五戒 不杀身得健康长寿 以这样子的功德 来帮助你的爸爸妈妈 也要告诉你的阿爸 阿公阿嬷长寿的道理 第二个 不偷盗 还懂得帮助穷人 各位 每个月拿十块钱出来 帮助任何一个慈善单位 宗教组织 穷的人 乃至流浪狗 你现在就在累积将来 出了社会的福报 不要偷到还布施 第三个 不要协银 那么还要和合家庭 第四个 不要妄语 不要骗人 还要讲真实的话 赞叹别人的话 第五个 不要喝酒 不但不要喝酒 追求智慧 追求智慧 来帮助别人 好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 生命的快乐 第一个 自我征服 消灭自己不好的行为 第二个 自我奉献 开始去爱 一切需要被爱的人 需要被关怀的生命 那这样 我们就得到生命的快乐 孝顺父母 让你得到福报 尊敬师长 让你得到富贵 讲话柔软 不骗人 让你有很好的人际关系 再来 慷慨不失 更重要 不要生气 那如果能够如此 你生命就快乐 所以 简单的来讲 我们自己决定 我们的命运 错误的思想 欲望 恨 愚痴 错误的行为 杀身 偷盗 邪淫 会让我们生命受苦 所以最后 再给我一分钟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合掌拜拜 这个合掌拜拜 有他生命的意义 各位把它背起来 身体有三样行为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嘴巴有四样行为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背后说人是非 不讲黄色笑话 没有意义的话 心里有三样行为 不贪心 不生气 不愚痴 不贪生痴 你合掌 就是告诉对方 我的身口意 修十种善业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因为 它会影响你的命运 不是劝你守道德 因为你的行为 就是你命运的主宰 所以 今天跟各位讲到这边 祝各位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同学 今天这么好的秩序 这么专心的听讲 现在我代表 我们赫生国中所有的同学 李谢师傅 师傅今天告诉我们这么多的 生命经营的方法 让我们这一生 过得健康快乐圆满 这一个教育之恩 可以让我们一生快乐 所以我现在代表各位 在座的同学 李谢师傅的教育 谢谢